嗨,这是Mike 我是Atlas California Trading Sales Manager 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们新的产品 9020 是Atlas 9020 Atlas 902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黑色的机器 现在我放在桌上 这就是我们新的产品 这个高度是23英寸 然后这个是负离子的空气进化器 然后这个机器是带有遥控器 也就是说它可以远距离的遥控空气进化器 我想向大家先介绍一下 就是它有哪一些功能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个 on and off 那我如果认一下 它就可以听到声音就是说 它已经释放出那个负离子出来 OK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有一个mode mode是可以控制它的风速 然后我如果按这个风速的话 现在是high就是高的风速 然后现在是中等的 然后我再按可以变成低的 你可以调节它的风速 如果你觉得可能有一些噪音 你可以把它调成比较low的那个风速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同样有一个这个bottom是UV 那我不知道就是说大家熟不熟悉UV这个 UV就是它是从太阳自然界释放出来一个长的光线 那这个光线是有的人认为它是有害 但有的人它是觉得可以给人带来健康 我想就是说跟大家解释一下 UV光是可以帮助人提供健康的一种光源 那它可以同时可以杀掉空气中的一些细菌 我可以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那中国人会通常会把衣服或者是一些旧的衣服拿到阳台上面去晒 那晒的同时是因为阳光充足的时候 它那个光线可以杀掉那个衣服或者是床单上面的一些细菌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原理所在 那我们现在这个空气净化器把UVLIGHT给它做到这个空气净化器里面 它如果你把UVLIGHT打开以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蓝色的光 有蓝色的光 那就是UVLIGHT它已经是在运作 它可以就是杀掉空气中的一些细菌 OK 好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Timer Timer是可以设定好时间 那它可以从一个小时设定到八个小时 那就是可以 如果就是说睡觉 你想在睡觉之前设定一到两个小时 然后你不想去管它 那它你可以设定两个小时 到两个小时以后它会自动停 OK 然后 这个这款机器是非常节能 它只需要60瓦的电 它只需要60瓦的电 就是说不会charge你很高的那个电费 OK 因为华人比较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不用担心 OK 好 那这款机器可能有人会问 是不是很难去清理或者是 换它里面的一些 就是空气 就是它的那个过滤网 OK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是非常简单清理 后面有一个这个 看到一个这个盖子 你可以把这个上面这个扒动一下 然后就下来以后 大家可以看了白色这个 这个是HEPA 就是高过滤网 它可以吸收90%的灰尘 那一般是你只用把这个过滤网拿出来用水清洗 就好了 然后是看你用的平凡的次数 如果是很平凡 你可能需要多次清洗 如果不是那么平凡 可能就是不需要很平凡去清洗这个过滤网 然后清洗好以后 要把它晾干 然后再放到这个机器里面 OK 好 好 其实这是一款很简单的机器 然后如果 就是说有些问题 你可以同样是在这个手册中找到 OK 你可以 它会解答你所有的问题 非常容易操作 那这款机器 现在我们是在做sell 现在这款是164.95元 原价是300 那基本上是打了50% 所以 有喜欢这款机器的 可以与我联系 我电话是 949 250 7368 949 250 7368 OK 那 希望大家给我留言 或者是有任何问题 可以 留在我的YouTube的comment里面 OK 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非常谢谢大家收看 OK 下次再见 拜拜